是你在我最脆弱无助的时候 愿意靠近我 保护我 想着你还在等我 我才能熬过那片黑暗 温如炎 一个代表温恒 一个代表严惜 严惜是像那种大家年少是希望或者渴望遇到的那个人 在他心里 温恒是像一个需要被保护的小动物一样 大院看着很温馨 但是我当时进去有一种冰冷的感觉 不敢去动别人的东西的感觉 这都是怪的 越来越不像话 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 他像一只瘦了惊的小鹿 以后 你住一楼 我住二楼 去了他家里面的手都不错 温恒这个角色 非常的细腻 柔软 坚强 你哪都不准去 以后这就是你的家 我不让任何人进去 我想说 阿恒可能你会觉得有失落 孤独的时候 但我依然认为你是非常非常幸运的 因为你的医生有颜希 我信你 他不想去面对 但是他不得不去面对 我要回家 我尽量希望自己在演戏的感受里面 为了演出那种硬磨折磨的样子 相当刻苦 自己看着很心痛 从演戏的角度出发 他知道自己会有多么的难受和痛苦 他不希望这份痛苦因为自己而带给温恒 这些年来我一天的快乐都没有了 每一天都会在行业区走着 是因为如果他的小时候的牵绊 所以导致他们再次相遇 他会发现他们依然爱着流少 一般人很难能去遇到这样子的爱情 可以不拘时间 不拘生死 不拘疾病 他们互相就确认了他们的心意 并且愿意一直为彼此去等待 他们用了十年去完成他们一个成功 我觉得他们之间的爱情是灵魂上的救赎 非常非常难得并且珍贵的 他们这一路很不容易 哪怕我的幸福消耗一点 然后换取他们的幸福的原因 爱上你的那一刻 我找到了回家的路 除非黄土白骨 让我守你百岁无忧